大家好,很多话也都知道,茶花因为孕累是接长,所以特别洗肥 但是对于茶花的施肥技巧啊,总是一知半解 那么茶花其实它的施肥跟天气有非常大的关系 首先,如果是相对比较干旱的季节 那么茶花的话呢,它又是一个比较喜欢湿润生长环境 那么在这个干燥的季节的情况下呢 茶花就要经常性的浇水来给它补充水分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每次浇水的时候 在水里面呢,适当的用点肥 用肥的话呢,是因为茶花它是一个洗酸花卉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洗酸植物形有金养液 然后呢,我们稀释的倍数的话呢,就不能够太浓 我们大概呢,就是给它稀释1500倍左右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之后呢,再给这个茶花浇灌就可以了 每次浇水的时候呢,水里面就带点肥 那么不仅可以补水又能够补肥来促进这个茶花的生长 但是呢,用肥呢,一定要薄肥 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起酸植物形有金养液 一般是建议大家稀释500倍 但是如果大家经常性的浇水 在水里面带点肥的话呢,这个浓度就要适当的偏低一点 所以呢,在比较干旱的季节给茶花施肥的话呢 就是最好用一些叶肥 那么在雨水比较多的季节又应该怎么用肥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雨季的话的盆土啊 常常是处于比较湿润状态,难以干燥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再给它追湿液肥的话呢 很容易造成这个湿肥无效 而且呢,也会很容易出现这个积水的情况 所以呢,我们在雨季湿肥的时候呢 就不建议大家再追湿液肥了 雨季湿肥最好就是以一些粉质肥或是固体肥为主 那么如果是在它的快速生产期 我们呢,可以在盆土里面撒上一点这个荷兰进口的树下复合肥 这种肥的话呢,它是一种固体肥 直接撒在盆土里面就可以了 让它撒在盆土里面,它会经过雨水的冲沙 然后呢,释放养分 然后缓慢的被植株所吸收 那么这样的话呢,是比较 我是一种用肥方法 如果不是在它的快速生长期 那么我们用肥的话可以用一些有机肥 比如像这种发酵复苏豪的养分 在这种肥啊,给它埋在盆土里面 或者是适当的撒一点进去都可以 这种肥的话呢,就相对比较温和 具有不少根的特性 比较适合茶花这种不特别耐肥的植物来使用 所以给茶花施肥啊 用什么肥呢 主要还是要根据这个天气和季节的变化来判断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